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回到學長的咖啡中組攻略 那今天要跟大家宣布一個好消息 學長今年和日本咖啡的大名牌 就是HARIO完成了一個一年度的計劃 我們要用HARIO的器材 拍攝12支咖啡教學影片 包括B60濾杯 DCS3的Sion 冰底湖 法蘭龍 冷泡 HARIO線上最流行的幾個器材 我們都會拿出來 那這個影片同時會跟HARIO同時聯名 那除了教學影片 今年還有HARIO一些新品的推出 學長會第一時間為大家做 拍箱文的示範以及介紹 好 那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什麼呢 要介紹HARIO最廣為人知的HARIO V21濾杯 那為什麼HARIO V21濾杯 在全世界會那麼的風行 並且可能以台灣金餅咖啡來說 每一家都會有V21濾杯 原因在於是 在20年前金餅咖啡剛麻辣的時候 V21濾杯就因為它很快的 流速的構造設計 然後可以做出很足量的香氣 還有酸質 剛好符合了金餅咖啡 這一波的風潮 那相對於舊款的濾杯 那是做出比較多的甜感跟Body 那V21濾杯的特色上面呢 就可以做表現出更多 因此HARIO V21濾杯 就是如果你悶蒸醋的不好 但是你使用推粉法的情況之下 你還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好 我們今天會沖煮兩次 那第一次呢會是比較酸質比較明顯的 第二次呢是口感比較明顯的 那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 好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第一次的推粉法沖煮 好 那我們先來撐豆子 好 我們使用的豆子呢 今天使用20克的豆子 那我們使用HARIO的磨豆機 我們今天使用的研磨度呢 大約是在28左右 然後接下來呢 先把濾紙折好 然後呢 服貼上我們的HARIO葉原濾杯 然後如果有一點點多出來的部分呢 稍微折一下 倒粉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水溫呢 水溫是90度 然後目標的水量呢 是到300cc 那我們剛開始先做悶蒸 那悶蒸的部分呢 我們是要40cc的水 好 從中心點開始 控一下水 中心比較多 然後呢 往外繞 繞到外圍回中心 好 40cc左右的水 可以看得到我們整個膨脹的狀況 就非常的好 那中心點不要忘記 要水要稍微多一點點 整個膨脹的幅度 還有吃水的狀況都會很舒服 那等待時間大約是30秒左右 好 可以觀察你的水 是不是都有吃飽的水 然後膨脹的高高的 如果是正常的話呢 就它會呈現出這樣的 馴狀雲的那種感覺 像蘑菇狀很舒服 好 然後推粉的部分開始了 中間 開始給水給大一點點 然後等到白色的泡泡 繞一下下 白色泡泡出現的時候呢 往外繞 跟著白泡泡往外繞 然後推到多少呢 200cc 到最外圍 再推外圍 回中心 好 200cc 然後我會看到呢 粉塵整個會 膨脹的很高 然後呈現一個 漏斗狀的 這樣的狀態 代表你推粉法成功 然後接下來兩次 水小一點齁 從中心點開始 好 給水 輕輕的繞齁 小小的 繞50cc往外繞 繞到 不要超過你的粉牆高度 好 50cc 休息一下齁 最後一次也是50cc 好 好 50cc 繞一些 繞到最外圍 回中心 好 結束 那這個呢 就是 推粉法的基本運用齁 就是200cc的水 把粉牆推到最外圍 然後可以看到現在的粉牆的上圍 還是有高高的粉 那第二次呢 就用50cc 50cc兩次 好 那就是這個是推粉法的基本 那我們沖煮完第一次 酸質比較強的推粉法以後 我們第二次呢 是要重點 是要增加我們的口感 那我們前面的前置作業呢 是一樣的 我們先準備20克的豆子 那我們鹽磨度呢 使用哈利歐磨豆機 大約是28 水溫呢 我們用90度 那我們粉水筆呢 跟剛剛一樣呢 一比十五 所以我們用20克的豆子 我們要沖300cc的水 濾紙放上去以後 一樣壓一下 讓它服貼 倒粉 然後我們就用90度的水 然後剛開始一樣做悶蒸 中間為主 外面比較少一點 好 開始 1 2 3 往外 烙 回中心 好 40cc左右 這個 只要你控制在中心點的水 大約是整體的五分之三 外圍是五分之二 你的膨脹狀況呢 都還是不錯的 然後等30秒的時間 然後我們準備第二次推粉的部分 那我們這次推到150cc就好 剛才推200 現在推150 好中心點 水稍微大一點點 讓白色泡泡起來 看到了嗎 白色泡泡起來以後呢 跟著白色泡泡往外推 把咖啡粉呢 推到最外圍 150cc 好 推到150 好 休息一下 然後待會呢 我們要三次給水 每一次都50cc 好 推完以後 好一次給水 水小一點 中心點 往外繞 好 50cc 不要太大 好 繞到 不要超過你的 推粉的線 好 5cc 不要超過這條線 你的口 風味上面呢 會比較乾淨一點 好 第二段 也是50cc 好 把你的 讓你的粉吃水 推到最外圍 50cc 第三段 水 好 50cc 好 結束 這個沖法本身呢 酸質跟口感部分 就一半一半 就不會特別的酸 你會有更多的口感 那也很適合 比較怕酸的消費者 可以稍微用這個手法去把甜感跟口感部分 墊足 好 那完成了兩次沖煮呢 那大家可以回去練習一下 如果你比較喜歡果酸味比較強一點點 這其實也比較符合它6V60的特色 可以使用第一種 如果你剛開始喝咖啡有點怕怕的 不太敢喝酸咖啡的消費者呢 你可以用第二個手法 那兩個手法其實 各有一點點的差別 但是都能夠滿足 哈利歐V60的香氣跟酸質的這樣的特徵 哈利歐V60有非常非常多種充足法 那學長之後呢 也會在每個月一期教學頻道中 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充足上面 水溫上面 分水筆上面 都沒關係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學長找到時間就會一個一個來回大家 那如果你有自己充足影片想去學長看也可以喔 反正我們就是一個教學相長的一個過程嘛 那學長也非常樂意跟大家分享 各式各樣的充足法 各式各樣的風味 好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充足攻略就到這邊為止喔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或是想要了解更多哈利歐未來的資訊的話呢 請訂閱學長的留言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 我每個月會有很多新品 還有充足教學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喔 好 謝謝大家 晚安 掰掰